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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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技巧 居然會讓你不知不覺 甩肉大成功 歡迎 玉琳哥沒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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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Yeah 本節目不玩這麼重賢 不玩這麼重賢 動作有點太大了 是... 太太老師會怕 我怕打到我 對啊 我早就想從10點錄到12點 那是真的 你就巴在兩個鐘頭 你好意思啊 沒有...就是我跟你講 如果沒有本事的話 就等別人有事 黑人哥啊 你盡量忙沒有關係啊 我跟KID會頂住啊 你們兩個小心喔 我跟黑人哥是換帖的喔 不要以為他不在 你就講他壞話喔 沒有... 待會兒路歪音 我就APP黑人哥 我們有私密通話管道喔 沒有... 老實算是綜藝器啦 不會因為黑人哥不在 就這樣子在那邊講壞話的人 對 我們都... 我們不會在... 我們不會在人家的背後講壞話 對 我們都在前面直接講 不過今天黑人哥另外有重要工作 兩位帥哥夾擊 我們今天受寵若驚喔 非常謝謝兩位的這個 一挺相助 今天我們要聊的是 生活中很多的技巧 會讓我們變美變瘦 我相信兩位都喜歡看美女吧 我是還好啦 我比較愛我老婆而已 你結婚了耶 我結婚了我兩個小孩了 女兒五歲 兒子三歲 老師 我一直在看美女啊 我一直在看啊 我一直在看啊 我一直在看美女 不喜歡對我用這張喔 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正的一文老師啊 就跟我一樣 好正喔 要不是我結婚的早 我就娶妳了 真的 我跟你講 妳這樣娶錯人... 我現在辦離婚男的事嗎 離妳去啦 我不喜歡這種耶 換掉啦 換掉啦 講話不老實 沒有 我們比較浮誇一點 我們要幾位來賓 好 首先第一位 關心上班族的美容保養增加性 大家好一聲 選用一些簡單的小技巧 其實會有意想不到的減重效果喔 好 歡迎聖理老師 非常歡迎 破解上班族的迷思力 要請從數清 好 歡迎 減重技巧 百百種 其實只要做對了 每一種都可能有效喔 好 謝謝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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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小可愛領養師 劉伊莉老師 嗨 不要從日常生活中 選對東西 吃對東西 減重一點都不難 嗨 歡迎伊莉老師 嗨 趕回 我剛剛跟你說 第四位怎樣 我只用介紹了 你也知道 我以前在猛假混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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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你跟我們老師 沒有什麼 除得不是很愉快的 對 你問許老師 老師站著你坐著 看著才是減肥耶 我是為了讓老師能夠 體重更好啊 這樣可以嗎 老師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他畢竟也是一個醫師 好可怕 太過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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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KID 來 歡迎我們邱玉璇來 認得了次嗎 認了 好 用科學來減重的醫師 邱鎮宏醫師 大家好 邱鎮宏醫師 很多減重的小技巧 其實都是有科學根據的 只要去做就會有效果喔 好 邱鎮宏醫師 好 自己要看喔 讓大家變瘦變美喔 首先第一個 來 KID 來 來 技巧一 偶爾吃一點想吃的 像我個人的經驗是啊 如果你長期用飲食管 去控制來減肥的話 你沒有偶爾給自己一點點的甜頭 或是獎勵啊 你就很快就會前功盡棄 就會覺得說 一直節食太痛苦喔 我剛才就當胖子好了 所以我個人的經驗就是 我每天都是秉持著六分飽 但是我每個月的月初 會給自己一個獎勵 就是每個月月初 可能就會去 在週末的可能中午 去大吃一頓火鍋 因為火鍋它有很多種類嘛 然後我可能就會選一些 新鮮的菇類啊 青菜啊 或是海鮮等等 然後我就會大吃 但這個有可能吃完 我其實晚上也不餓了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我一直每天都給自己個目標 所以我晚上 就算很餓的話 我也不會想說 我要去偷吃個消息 想說月初再來 我就可以大吃大慘了 所以就是保持我苗條的身材 OK 這種會不會很難拿捏 對啊 你說你要六分飽 說不然再吃個兩分飽 再加兩口 對 反正不是全飽都沒關係啦 這樣是這樣嗎 那倒是 其實她剛才講 兩個講的都非常有道理 因為之前曾經澳洲 他們去做一個研究 他們把106個過重的人分成兩組 一組就兩個都是有控制熱量 沒有很低 就一般的控制熱量 可是一組是用那種很低的澱粉 就是很多女生 其實我們都喜歡吃麵包 喜歡吃糖飲料 可是每次到了減重的時候 都不吃含澱粉的東西 不吃含碳水的話 一組就是低澱粉 一組是低油 就是澱粉還是一定 結果它就很妙 它大概維持大概一年之後 大家體重都降得非常的成功 可是很妙 就是減重通常有一個現象 就是前期 當你體重降下來的時候 兩組心情都會變好 他們就是檢測這些相關指數 就發現兩個人在瘦了之後 體重下來之後 心情都會變好 可是很妙的 持續很久之後 他發現一件事 雖然不吃澱粉這一組 體重也是持續在瘦 可是他們明顯的 那個情緒不好的指標是上揚的 對 他就發現說 當你持續用這種 你就是低碳水的話 或是一般女生都覺得 很不快樂的減重法的時候 反而你情緒會受到影響 所以偶爾給自己一點好吃的 或選擇自己其實會 心情感到高興的 是有原因的 我以前唯一的甜食的來源 就是紅茶 因為我只喝紅茶 因為我不能喝綠茶 我喝綠茶 我胃會不舒服 你有腸造症 對 現在已經好了 沒有... 他兩位帥哥不熟 他能不能上班這檔 是得花美男代表 對 他長相就知道了 看得出來 對 他以前常常都知道 他就穿白褲子 所以我現在都不穿白褲子 對 我就介紹一下他們兩位 對 然後我就反而就是說 我可能現在偶爾自己 我想要喝一點 因為我現在也不喝紅茶 因為我以前喝紅茶 我要喝甜的紅茶 那因為我現在改喝 就是白開水而已 等於說我現在想要吃一點甜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些糖果來取代 因為是有時候你吃糖果 你可能一包撕開來 無形中那一包就會慢慢的 一天以內就會把它吃 對 所以我就發現有一個 很可愛的糖果雞是這個 對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糖果裝進來 對 然後你每天比如說 我可能到下午的時候 比如說你放在辦公室 你可能到下午茶的時候 你想要喝一點茶 你就轉個一次來吃 或是我到晚上我要去運動 我運動完之後呢 我想要吃一點東西 我就再轉一次來吃 等於說你可以控制到你吃這個 轉一次只有一顆嗎 沒有 轉一次可以掉好多顆 比如說要這樣轉 Kids拿過來玩 可是你這個東西叫黃燈為什麼拿 它就掉下來 你看就會有掉很多顆 真的滿多的耶 對 對耶 轉一下對不對 他不用投錢吧 那你不用... 那一次下來大概都有六七顆 另外一邊... 對 那你每一次下來就會有六七顆 真的喔 對 那其實我覺得這六七顆 一天不為過吧 對 然後你偶爾給自己 好像一點小獎勵 然後你也可以吃到甜甜的東西 怎麼轉不了啊 可以... 就掉出來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要設計 再更精密一點 就是說你一天只能限定 轉個一次或兩次 然後如果轉第三次 它就電死你這樣 我也很可怕 不然裡面那個雞腿的手眼 我就一直轉 不是因為這個 我還是會一直想要 因為這個糖果雞它很便宜 那個不到一百塊 那我覺得就是給自己一個 小小的一個 比如說一個小遊戲也好 你知道你剛剛玩壞 他會哭喔 我一直轉看可不可以 要轉回去啦 然後一個小遊戲也好 或者是說一個小小的一個鼓勵也好 就是利用一個小趣味的方式 來增加你減重的一些樂趣 這樣子 就是說心情還是很大的 這個關鍵對不對 伊莉老師怎麼吃 其實我鼓勵上班族 真的想吃就吃吧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呢 因為呢 會想吃的點大概就是三餐 對 因為三餐你真的定食 胃酸分泌 其實你就會想吃東西 所以很多人減肥失敗 那其實是因為他沒有吃三餐 對 所以其實三餐正常吃 再來就是一個吃東西 最好的實際點 其實就是運動後馬上吃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以前很怕就說 運動完吃會馬上吸收很快 就會變胖 那現在很多研究其實告訴你 運動完之後的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內 你去吃它 而且你要組合是 碳水化物加蛋白質 空在三百大卡以內 其實它就不會肥胖 所以其實運動完 原來是最適合吃東西的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 吃一點東西的話 像聖老師他講的就是 小小的甜點或者是 其實我們在做減重控制 我們都會請我們減重的人 就是把那個甜的東西 像水果 其實就不要放在餐後馬上吃 因為通常這兩個時間點 是上班族最容易飢餓 而且最容易把持不住的時候 減重失敗的時候 可是我們現在文化好像都是 每次都是吃完飯之後 他們才上水果飯 你傷害死我們的意思囉 沒有 其實因為這個是 針對要減重的 你可能身材太好不用減重 所以你可不可以 直接飯後馬上吃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 吃一點點心的話 其實就是像原味的 或是小杯的為主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他上班族 他在吃點心 他都會想要選擇低脂的 或是低糖的 那事實上他都有陷阱 比如說你選擇低脂的 其實他相對 他的糖含量一定比較高 那如果你選擇是低糖的 那他的風味來源 就一定來到脂肪 所以相對脂肪 一個含量會比較高 所以與其這樣 你就不要在那邊想東想西 你就是吃一個原味的蛋糕 就好了 如果真的想吃的話 那我這邊有帶來一個就是 其實上班族還滿可憐的 真的想吃甜點不能吃的時候 我倒是有一些 比較 對 控制在三百塊以內的蛋糕 那些是可以吃的 但是你吃這個 真的頻率不要太高 大概一個禮拜就是兩次就好 好不累 對 就是 沒有...我是說 這四種裡面 一個禮拜就大概是選兩種就好了 這個就是給你們一個 就是類似像獎勵的方式 可是就不要暴走 因為其實很容易怕你們結實 然後暴走 所以像一般 像戚風蛋糕啦 烤布雷或是杯子蛋糕 或是水果海綿蛋糕 第一個你要選的是 輕一點的蛋糕 比較鬆一點的蛋糕 那相對的...對 相對的它的麵粉量 用得比較沒有那麼多 然後第二個就是選擇 是不要有那種酥皮類的 你看我跟你們的蛋糕 都是沒有酥皮類的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說 真的像減肥人 他想要吃甜點的話 像那種古早味蛋糕 其實是最適合的 像菠蘿麵包就不能選擇 菠蘿麵包就已經是地雷 它就選擇 對 我是喜歡吃那種長條狀 外面一層酥皮 裡面是... 超好吃的 它是什麼 它那個叫做... 那個方法就是... 請酥蛋糕 酥皮蛋糕 不是... 切一片一片 所以那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喜歡吃這個 你就用小塊 你要減肥就是有一個原則 不要讓你的血糖 常常都維持在高血糖的狀態 因為血糖一直維持在高血糖的狀態 胰島素會分泌嘛 那就會抑制這個脂肪分解 讓你減肥不會成功的 了解 所以大概三餐就好了 你不要在三餐以外 又愛吃點心 又一直... 這個吃一點 那個吃一點 血糖一直維持很高 這樣是不利的 所以放在三餐裡面吃 然後適度的減少 這個主食的量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OK 兩位 對 我們節目這麼知識性 還撐得住嗎 撐得住 很好 我覺得很好 我們本身也很有知識 前面我來錄四集都是有玉琳哥 我發現真的沒有怎麼知識性 所以我要聽他在講一些聲音 但是這一集... 我跟他有私下多數管道 你要講他換話 對 我收回剛剛那句話 OK 但是我覺得這一集 是真的有聽到很多醫師 真的在講一些正確的事情 跟時尚玩家比起來 其實我剛才這樣聽下來 因為我本身肌肉我之前很胖 我八十幾公斤 但我真的也沒有說 克制說什麼東西都不吃 我現在大概七十三 你怎麼瘦下來的 我就是真的 像剛才這個邱醫生講的 對 對 你也沒有說成你們而已 他就給你獻殷勤 我只是附和而已 我沒有說你很好的意思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說 像我這樣常出外景的人 就不會胖 我反而是因為出外景之後 亂吃 我一年之內喔 變胖二十公斤 對 我以前是 我之前是五十六公斤 然後我現在是七十四公斤 我比他還壯 真的假的 你真的假的 你真的假的 看他出來 我七十三啊 怎麼可以胖到這麼多 因為我像我可能是出外景的關係 他可能三餐都很均衡 對 就是便當就送上來 對 那你吃就多了嘛 那當你出外景 回家之後你就累了 你就不想出去就是運動啊 或是出去吃東西 你就會一直待在家裡 就會慢慢的變胖 變胖 所以你是胖 你是瘦 我瘦下來了 對 我持平 老師 你是窈窕 你是窈窕 我沒有看過這麼美若貼心 真的很好 真的漂亮 你怎麼小時候的英文老師 有這麼漂亮 我英文就不會這麼爛了 你知道嗎 去離婚... 不是他離婚我就要 OK 老師 你說到重點耶 因為我們想說 騙他去離婚有沒有 回來之後他就兩敗俱殺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這個可以拿去放了嗎 有 放那邊 通常我們會自己掃空檔放那邊 聰明一點 第一天上班吧 下一個 技巧二好不好 製作個人的飲食日誌喔 來 因為像我最近變胖 然後我就有在網路上找到一個APP軟體 就是這個 手機減肥器 那它這個非常的方便 它就是譬如說我會設定自己可能 我大概現在目前的話想要45公斤 那距離我的目標大概還有2.7公斤 你每天就可以看著它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這種像是飲食 我每天都可以注意說 譬如說我可以今天吃了多少的熱量啊 然後還有就是抓大概多少的卡羅里 然後拍照下來做紀錄 那甚至於就是說 還可以就是找一下 看一下自己每天的體脂啊 是多少 就非常的精細 然後還可以就是給自己評分 譬如說我今天有沒有很乖 就是分數是100 就是說我熱量是不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那當然我們減肥就是要喝水 那我還有喝水的鬧鐘 譬如說我可能一天要大概 兩千到三千的水分 我可能每45分鐘 我就喝250ml的水 那時間到了鬧鐘就會提醒我說 該喝水囉 然後我一整天就會喝到兩千到兩千五 這個 那不錯 我等一下來下載一下 這個APP很好 我有一個男生朋友 他是選擇就是健身 然後搭配就是營養師幫他算卡羅里 然後他每次跟我們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拿著相機然後在那邊拍 然後拍完就立刻傳給營養師 然後可是後來我們吃到甜點的時候 我就發現你怎麼沒有拍 他說甜點不算正餐 那不用拍吧 然後飲料他也不拍喔 他就是這樣子 然後兩個月後也沒有瘦到 然後他還責怪說 一定是營養師很爛 一定是他健身沒有用 一定就是他自己不乖 來責怪別人 可是真的 就很妙 就是說如果你從研究來看 是有效的 因為他們之前有一個研究就發現說 如果同樣去參加一個減重計畫 有做飲食日治跟沒有做飲食日治的 在他們那個這樣的一個梯次之下 一邊是瘦了八公斤 一邊瘦四公斤 差很多喔 就是有沒有做動作這個 但是他們也發現 確實有Yumi的朋友這種人 臨床我相信 怡里他們都遇到不少 結果營養師就想說 你只吃這樣子 為什麼體重都瘦不下 他說我真的只吃這樣 他說真的 你再想想 然後就發現他們都會 自己自動跳過很罪惡感的食物 他覺得自己今天吃得很健康 他覺得自己今天吃得很健康 他就會那天做得很完整喔 然後第二天明明就亂吃對不對 那天就記得很敷衍這樣 然後他就講奇怪 這個人日記看起來 他應該是瘦的 他會怎麼這麼肥 他想說要不要讓他去做一下 內分泌檢查 結果根本一切都是因為不誠實 所以這個手藥 這種東西要成功兩件事 胃減重不擇手段 竟然會做這種事 他每次到月中 就開始沒錢了 就沒錢吃東西 然後他就開始 一開始用擋了嘛 就說學妹 今天中午要去哪吃飯 學長可以一起吃嗎 然後後來大概沒有 學妹有一天他來 他就悠悠的說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 我說妳做了什麼事 他說